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家人们 你们健身了吧 没健身赶紧出去骗人了 战友们好 现在文贵报平安视频 现在开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是2019年的2月11号 现在停不下来了呀 这个很多观众说是你这个郭文贵的模仿秀得继续搞下去啊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这个模仿也是赶鸭子上轿啊 是吧 而且呢 我最近啊 我琢磨着 我我准备模仿模仿一些蚂蚁帮的一些骨干啊 我我稍微模仿模仿 那么今天呢 我来说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就是郭文贵啊 昨天呢 他专门有一有一则推文啊 就是叫郭金文 对张建啊 在法国的张建 他也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啊 进行了很不地道的一个威胁在里面 那么这之后呢 我观察了一下 哎呀 我要为张建兄啊 打点抱不平啊 张建啊 你不应该如此的柔弱 如此的沉默 你应该硬起来 当然有人说了 你是没事找事啊 管你什么事情啊 是吧 人家怎么处理和郭文贵之间的关系啊 你要插什么嘴啊 但是呢 我跟张建也是老相识了啊 我记得是2012年啊 是13年的时候 在匈牙利 就见过他 那么之后呢 我记得 至少我在两三个场合都见过他 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 非常的彪悍 比较这个 这个说话直输胸义 但是比较果断 当然了 他也介入了很多的是非 他也跟欧洲的一些其他的民运人士有一些口水 那么这些呢 我都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了 但是我比较跟张建接触多的是前年在日本 那么我我跟张建这个有一个 因为那人少嘛 只有几个人 所以呢 我有机会跟他呢 聊了聊了好几次天啊 张建给我的印象不差 因为他是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幸存者 我是带着对六四这一代人的那种非常 应该说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崇敬 来接触这些民运人士的 但是 他妈奶奶的 给郭文贵啊 骂了呀 威胁了呀 羞辱了呀 老黄我不服气啊 所以今天呢 我得说两句 那么老郭的这个 郭经文是这么写的 他说呢 我在此 郑重警告张建 如果你 如果你敢再一次辱骂挺过的任何人 我会让你这个畜生吃不了兜着走 你不信试试 别给你个逼脸不要 你连个屁都不是 连个钢毛都不如 这则推文呢 其实就是这个流氓写的作文了 因为这个跟郭文贵啊 所谓的推动中国民主的形象 哈哈哈哈 其实是南辕北辙啊 从这则经文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郭文贵当年在盘古啊 在遇打啊 他是以怎样的嘴脸啊 这个来混集于社会 这则推文呢 应该说是叫当众威胁 恶意羞辱 乌言慧语 流氓嘴脸 那么我很留意啊 这个 因为以前张建不是被郭文贵说成是人处不分吗 我就给他颁了一个委屈奖 那么张建也是乐呵呵 因为我跟张建在这一次这个郭文贵啊 爆假料的事件当中呢 我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真友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跟他走的不是一条道了 因为在郭文贵这件事情上 我一直跟他有分歧 因为最早的时候啊 张建是挺郭文贵 而且在欧洲啊 他的那个挺郭后援会嘛 我记得在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车游啊 挺郭车游还搞得相当的有规模 那么传言呢 张建可能是收了郭文贵的 制办的这个欧洲之声的一些钱款嘛 那么至于这个呢 我也没有向张建啊 这个正式啊 去这个向他求证过啊 但是全钱了 因为因为这个干什么事情 如果郭文贵你要我在这边啊 建一个加拿大挺郭之声 那你买一点设备 这是完全应该的啊 这个本身不是问题了 我只是对张建挺郭文贵 以及呢 被郭文贵骂成是人畜不分 我当时是很有意见 那么这一次呢 好像是因为张建 批评了一些挺郭的人之后呢 郭文贵作为一个大佬 站出来替他的马仔说话 那么一 这基本上都是黑道的风范了 你又怎么着 你小心点啊 你下次你再说 再说我就 我就跟你吃不了 兜子走啊 不请你试试 不请你试试 我知道张建是开过五管的呀 而且呢 而且在天安门 吃了这个解放军的子弹 都不折腰的人啊 我觉得怎么好像对文贵 好像这种流氓嘴脸 好像完全没有脾气 这确实让我想不到 那么我这两天呢 专门留意了啊 这个昨天到今天 留意了张建怎么样来 来反应郭文贵的 这则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辱骂 我看到的张建的推文啊 是这么写的 他先呢 是弄了一首不痛不痒的诗了 这首诗呢 我就读个两句吧 其他也不读了 就是经历了五尺才晓得 眼前所抓紧的一切 都不是真正的依靠 经历了失望才看见 曾经所追求的都没有真正的意义 经历了跌倒才认清过去 所所什么呀 所惊夸的 这个我还不太不太通俗啊 这个所惊夸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价值 这个好像有一种 失落啊 这个迷茫 消沉的那种感觉 那么当然这首诗不一定是针对郭文贵对他的辱骂的 那么 另外这个两则呢 是可能更准确的反映了张建的一些心情啊 他说 诸位明白中国自由民主的路是多么的曲折和艰难 经历过一些事情 更加知道 一些民运大佬利用蚂蚁窝的个别的五毛 利用路无德的平台和某些心胸狭窄 心胸狭窄 得浅人烂的一些人在一起 一次次的对海外民运 甚至国内的一些民主人士 进行了一次次的这个造谣和抹黑 承染 其中一些人 行即可一旦 多数人毫无 十句造谣 比较至下 人畜尽分 那么这一则呢 虽然是表达了一些 一些隐隐约约的不满 但是呢 和郭文贵 这一则经文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后来我又翻了一下 最新的一则呢 似乎有一点牵连 提到了郭文贵 我再来读一下 他说一些事情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民运主流 既和郭文贵合作不了 大陆朝天 他们做什么 和我们无关 躺得远 躲得远点 免得彼此 一堆狗血 但是呢 一直有一些人不断的挑拨 郭文贵 深陷其中 但是呢 我们民运主流 该忙我们的 忙我们的 3月8日 达兰萨拉战友和同志们 印度舰 解释一下 这个3月8号 达兰萨拉战友和同志们 印度舰呢 是 应该是 一个团体 我也不说 因为我没有得到他们的授权 他们应该在 3月8号 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呢 参加希望 西藏流亡政府啊 应该是和 当年这个达赖喇嘛出走呢 应该是 70周年 还是60周年呢 这样的一个活动 应该60周年吧 这个活动 张健的这则推文呢 我给他打了个60分 不合格呀 郭文贵对你的说法是 非常的这个直接了 他说的很清楚啊 警告你张健的 如果你再辱骂一次 我觉得你好看 你这个人畜不分的东西 你就是一畜生 你什么都不是 屁都不是 刚闹 这个对人的羞辱啊 已经超出了 我们一般平常人互相批评或者批判 哪怕是对家的范围了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羞辱 那么张健是八九六四的一个学生领袖 而且是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幸存者 我觉得呢 郭文贵这种羞辱 其实是对整体上面那一代人的一个羞辱 因为他完全忘却了张健 作为一个海外民运人士 以及六四幸存者的这么一个身份 老子要骂就骂 你算个屌啊 你触犯我郭文贵 老子就要你好看 叫一日挺郭 终生为奴 我不知道张健 你有什么苦水 郭文贵有什么把病 你有什么把病在郭文贵手里 如果只是因为拿了郭文贵 欧洲之声的 那个说白了 不值几个钱的那个器材费的话 你说出来 如果郭文贵问你要发票 我们帮你找 如果郭文贵问你要钱 我们来帮你筹 没什么了不起 天塌不下来嘛 为什么躲躲闪闪 对于这种流氓 不用你这个无管的这个 实际的那种功利回击 那至少你在言论上 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啊 凭什么郭文贵骂人啊 老子骂挺过挺错了 挺错了嘛 是我说的呀 但是你们当时啊 民主中国政线 那么多人挺郭文贵的呀 当然你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啊 我对这个是一直有意见的 只是呢 说白了 我们谁都不是神仙啊 那谁知道郭文贵 弥天大黄撒得那么大呢 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但是呢 话说回来 不管原来挺过 还是现在不挺过 你郭文贵不能以这个态度来对待你 张健 那么我就想到啊 为什么很多人被郭文贵辱骂之后 完全不敢发声 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我分析一下大致是四点原因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怕萤火烧身 第二点呢 就是怕烂诉 因为烂诉 那需要很多钱 找律师什么的 这都是一个不小的花费 那么在这方面呢 哎呦妈 老黄我也是一个亲历者了 那么第三一点呢 怕蚂蚁帮 特别是郭文贵下三路攻击 那我自己说白了 郭文贵的老虎灯 我是做过的 所以郭文贵这一套对我不适用 所以那个有些人 但是一看到 哎呀老黄当年被郭文贵折腾的啊 全家人无人幸免啊 所以很多人呢都头痛 算了算了 被他骂吧 那么第四呢 我觉得是担心呢 这个蚂蚁帮啊 采取各种啊 方法进行报复 那这些呢 有的人是越想越怕 哎呦妈 别不要啊 这个呢 这个跟郭文贵弄了啊 最后呢 他歪个嘴啊 叫人怎么样 那么第五呢 就是有人呢 因为有把病在郭文贵那里 怕郭文贵呢 把他偷偷炮炉 炮炉出来 然后呢 让自己下不了台 就是郭文贵亲眼看到你嫖娼了 亲眼看到你在店里 这个地里 这个偷了玉米了 要说还是要说嘛 对吧 当然我这个话不是针对张建 我就说 所有的那个受郭文贵羞辱的人 不要怕 郭文贵那里 你们有什么把病的 老早把你弄出来了 你们这种软弱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呢 这个张建这次对郭文贵的啊 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的回复啊 我给他总结一下 这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郭文贵砰 发过去一个导弹 结果呢 张建在家里 碰 打碎了一个鸡蛋 这很像是有人冲过来 啪 给你扇了一脸 结果呢 你倒好 你就仅仅是向他翻了一翻 你的白眼 不行啊 张兄啊 你别忘了你是六四幸存者 你别忘了你在我心目当中 你是一个非常彪悍 非常勇猛的形象 面对一个流氓 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 当然 在挺锅砸锅的过程当中我和张建啊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个很难做到 因为呢 很多人都在这一场啊 这个是非分明的啊 这一场啊 斗争当中的分手了 但是 这个张兄 下次无论在什么地方 我都要给你一个拥抱 没有理由 仅仅是我作为你的同龄人 对你在六四当中的英勇的表现 以及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所付出的心力 表示我的尊敬 那么现在呢 你也别指望啊 什么什么这个党那个阵线的了 没有人站出来帮你背书了 现在你靠谁 现在你靠的是我们吃瓜的群众 我们愿意给你壮胆 所以硬起来吧 张兄 报价料还在继续 戏文贵还得努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